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系列视频。 从本期开始,我们将陆续与大家分享一些常用汉语词汇背后的故事。 学习了这么久的中文,你知道为什么说买东西,而不是买南北吗? 今天,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典故。 根据慈海的解释,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,所以历史就有了春秋一说。 同样于空间来说,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皆有物产,所以可以把物质通称为东西之内的一切。 那么,为什么是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呢? 一个流传颇广的典故事,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街上遇见好友圣温和手提着一个竹篮子,便问他,你要去哪里? 圣温和回答说,我要去买点东西。 朱熹立即追问,你为什么说要买东西,而不是说要买南北呢? 圣温和解释道,东方代表木,西方代表金,南方代表火,北方代表水。 我的篮子是用竹子做的,如果装火,篮子会烧掉,如果装水,水会漏出来,只能装木合金。 所以,我只能说要买东西,而不能说要买南北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东西逐渐成为货物的代名词。 种说法是,唐朝长安城里已经拥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,是与西方罗马并列的国际化大都市。 当时,长安有市方之分,市指商业区,方指居民区。 长安的东市,西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,在东市上有卖木制品的,在西市有卖金属制品的。 一般为了把物品买全,既得跑东市又得跑西市,由此有了买东西这一说法。 自送缘以后,人们不仅买东西,还吃东西,这个用法沿用至今。 清代对此有精辟的解释,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主要来自于植物,而用金钱来进行交换。 也就是说,人们的日常所需,无论是食物还是日用品,要么是直接从植物中获得,要么是通过金钱来交换得到,因此,东西也成为了食物的代名词。 现在你知道,为什么是买东西,而不是买南北了吧? 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,请帮我们点赞。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